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前往机场的路上 厚重的云层逐渐消散 阳光洒向大地 宽阔的旧金山湾面 月起点点金光 如今面对风云变换的国际局势 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习主席曾说过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有关世界前途命运 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而此刻 世纪之问正在等待旧金山的回答 人民日报海外网记者牛宁 美国旧金山报道 是OOOOO 优优独播官说 Los ça сто星期 buzz刚灾 knows 产粉的支持明镜想ство 来自alaran投赛的仮订を 追溯迪而核心关系的